在发展心理学界的中师级的人物叫皮亚杰 他中级医生有很多关于儿童发展的研究 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叫做守恒 守恒的概念是什么呢 他给孩子们看两个一模一样宽口的玻璃杯 长得一模一样 而里面装着分量一样的液体 那既然杯子是一样 那等量的液体 它们的液体的高度一定也是一样的 于是呢他就在这些孩子的面前 把其中一杯的液体倒进另外一个 他的杯身比较窄 开口也比较窄而比较高的一个玻璃杯当中 那你知道 一个比较胖的杯子倒到一个比较瘦的杯子里面 那你说这液体的高度会不会变高 这是我们一般理解当中都会知道的 但是就算在孩子面前做完了这件事情 当他问这些孩子说 那现在这两杯哪一杯水比较多 几乎毫无例外的是 只要是还在二到七岁之间的儿童 他们都会认为 那个在窄口杯里面的水是比较多的 后来他还延伸做了别种不同的尝试 比如说他把同样数量的糖果分成两列 那其中一列呢排得比较松 其中一列排得比较紧 也就是说如果同样是五颗糖果 排得比较松的会比较长 排得比较紧的会比较短 那于是呢他也一样问儿童 他们认为这个数量是如何 他的发现写在他的记录里面 念他的记录给你听 他说年龄区间在两岁六个月到三岁两个月之间的儿童 他们能够正确地分辨出两列物品的相对数目 也就是刚刚说的五个糖果十个糖果 他们数得出来 但是呢三岁两个月到四岁六个月的儿童 通常会比较直觉认为长的那一列比较多 而过了四岁六个月 他们又能够正确判别 不会因为长短而混淆 跟你分享的这些其实是在发展心理学里面 一些很有趣的发现 那如果你家里有孩子的话 不妨你也可以在他们面前去做一下这个实验 看看大师皮亚杰他的研究 在你的孩子身上有没有得到印证 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 其实正是从这发展心理学里面的研究当中 来看一看我们成人的世界 你会发现 在我们成人世界当中 很多人可能包含你我都有可能有这样的状况 叫做我们很容易 也很习惯地用单一标准看世界 什么叫单一标准看世界呢 就是我们看待很多事情只有黑白对错 没有条件 或者是几乎是直觉式地忽略了 时空状况人事的改变 而必须要有所调整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不就是你会取笑那些孩子说 哎呀当我从一个比较胖的杯子 换成一个比较瘦的杯子 那事实上它是分量是一样的 你可能会笑孩子怎么分不清楚 可是如果你我 看待世界看待他人 只有非黑即白的标准 没有弹性 没有在黑跟白之间有很多的灰阶的话 那么我就要问你一个 可能听起来不太顺耳 但是却是很重要的问题 叫做你到底过了儿童期了没有啊 当然有些顽皮一点的人可能会跟我说 哦我这叫赤子之心 可是我也要反驳你 你这是赤子之心 还是根本没有长大呢 所以我们说长大成人 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 我们可以跳脱非黑即白 生命最大的自由在于有所选择 我是凯宇 跟你做分享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我又出现了 我在这边其实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你可能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我们制作的内容 不管是有声书品还是一天听一点 你也可能一直在思考着考量着 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进我的教室 可是进教室学习这件事情 可能你需要付出的是时间之外 还有你要克服的是空间的问题 可能你住得很远 可能有物理上面的一个难度 所以呢我在这边也不断地思考着 对于想要学习 渴望学习的你 能不能提供一个更方便的机会 让你能够接触到我的课程 所以我跟线上学习的第一品牌YOTA 开始要合作一系列的线上课程 那我在这边就是要做一个邀请 因为在线上课程推出之前 我想要先了解你 所以我们设计了一份问卷 透过这份问卷 可以让我知道你的想要 你的需求 更重要一点是 这样的一份问卷 除了让我认识你 了解你 为你设计 量身定做的学习之外 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很多人 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 开语非常的感谢 也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们特别在问卷期的这段时间 只要你能够来填问卷 我们会从中抽出一些朋友 让你可以在我的线上课程推出之后 可以免费来上课 这一路以来 开语真的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没有你的支持 我们走不到现在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回馈 所以邀请你来填我们的线上问卷 花一两分钟的时间 让我认识你 了解你 那么也可以好好期待 在我们未来线上课程当中 带给你更多的成长跟前进 让你在人际之间 更能够悠游自得 希望透过网路的力量 让学习跨越时空 成为我们能够拉近彼此 最好的一个机会 期待在问卷的资料里 看到你的回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